中華民國111年11月11日11111 星期五 我们刚才听的是 萨布提菲菲的厌倦厌倦 好 今天那个传统 如果是说 大家在往年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已经开始 轰轰烈烈 然后忙得不得了 就是准备在 往你的购物车里面 准备要结账了 或者要吃糖葫芦了 因为往年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光棍节嘛 就是脱单日 那所以呢 很多单身的落单的人呢 都会在这个时候呢 然来风当时有一个教主 他就是会邀请我们的 很多单身的来宾来吃糖葫芦 脱单 但是慢慢的咧 我们的这个脱单 就因为那些人一直不长进 都还是继续没有脱单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真的是 然后又 今年糖葫芦又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决定呢 转到购物好了 那有很多人哦 他觉得落单很好耶 很多很多人可能很想要 很想要那个 回单你知不知道 他还不想要再成双的 他想要回单的人也是很多耶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后来一一一一可能变成说 我们还是买东西好了 至少买东西比较快乐一点 或者像我啦 我就觉得一个很棒啊 像我睡觉的话 除了说枕头 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枕头很重要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就是不能旁边有人 柯柯你呢 你一个人睡吗 对啊 我一个人睡 那你脱单了没 我还没 所以我们今天的 我就来访问一下 至今尚未脱单的 柯柯 柯柯今天是 因为翻翻进入 产成倒数日了 本周 他开始生产倒数 对不对 我就来问柯柯了 那你们有没有朋友 都会很重视这个节日 觉得要脱单 就不要那么多光棍 那么多筷子 大家可能会期望 可以脱单一下这样 有嘛 那你等一下结束后 就要去吃糖葫芦吗 我要去吃糖葫芦 然后隔天再去拜个月老 好像据说那个庙 就是城隍庙嘛 狭海城隍庙 还有那个卖糖葫芦的 他们都在捷运站口都有 真的假的 对然后有个夜市 是叫宁夏夜市嘛 因为你要去 如果你说你要往那个 大套城那边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走那个捷运线 对不对 你先买一串 然后再去绑个红绳 因为去年有没有这么做 我去年没有 我去年只有去求红线而已 我没有买糖葫芦 还是因为我没有买 所以我没有脱 而且糖葫芦不可以吃双 糖葫芦不可以吃那个 不可以吃双树吗 双树 对对对对 要吃单树 讲错了 我刚刚好讲一下 糖葫芦 好像要吃双树 对对对 好像是不可以吃单树 对不对 你买的时候问清楚一下 问他说是要吃双树 对对对 然后不可以吃那个 什么你知道吗 草莓 草莓的糖葫芦不可以吃 为什么 那就是找莓 找不到 然后也不可以吃羊桃的糖葫芦 会桃了 对 本来你心目中的小羊就到了 结果又桃了 这只能吃番茄的那一种吗 我觉得你保险一点 你就吃梨子好了 梨子吗 你就吃娇来啊 好好好 好不好圆的嘛 对对对 金桔啊 金桔多吉祥啊 对对 吃一些吉祥的 吉祥五蟹音梗 对对对 草莓怎么能吃 草莓吃下去就 就没了 就没了 草莓的草莓的草莓啊 所以不行啊 好好 那话说这样的时候这样子 哦 我跟你讲 枕头真的还是要买两个 因为呢 你一直睡一个枕头 对不对 很容易就会 孤枕难眠 哦是这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来来来 本本日刷11特惠 上品请去床电馆 希望你们一次就是买 香郎金桃 为什么一次买两个 因为反正我们这个是很难得的 一年就这么一次 而且是新研发的 我昨天有说它是特殊成分嘛 支入枕头里面就是那个CBD嘛 你们有没有Google了 大家要长一点知识 就是说大家知道 就是说这个会 就是有些人他比较焦虑型的 或者说他比较不好睡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成分是非常最新研发出来的 坊间没有哦 是经过医学证实的 那你这个CBD的浓度是 当然也有啦 只是说我们的品牌是人家的50倍 所以有些人有 可是他可能没有那样的浓度不够 所以你可能感受不到他的优眠 就优质睡眠的那个好处 所以那是这一次呢 商品居床电馆呢研发的这一个草本忘忧好棉清水枕 就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有个好睡的晚上 为什么因为就算你今天是双十一还没有脱单 你是OK的 只要你有这个好睡的枕头 而且有可爱的海鸥造型 应该是很好抱抱的 我会买两个枕头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要抱着 哦对有的人 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一定要两个 所以就是床上多一点枕头也感觉热闹些 对啊 那你滚到哪都有一个枕头帮你打住 以前小baby的时候不是四面都要有枕头防撞吗 对对对有点类似这个 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多买几个 所以多买几个你给它围成成一个海鸥城堡这样子 就说你要抱一个嘛 对 然后你要整一个嘛 嗯 所以你有浓度50倍 那你两个就100倍了 哇那好好睡 好好睡了 所以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哦 双十一也是我们的完美的日子 对 大家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毫无市集 最优惠的价钱 然后是成分是外面 CBD的浓度 它是其他品牌的50倍 怎么样好睡呢 大家Google 还有些什么功能 那这个功能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而且而且而且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它不会不会让你知道说 这些功能在里面对我们的睡眠有多么重要 好吧那也希望大家早日找到可以跟你一起共整的 对 好不好好眠共整 好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购物最后日了 请大家加油加油 带回来带大家讲一个烙单行程 好双十一呢 那我建议周末的时候呢 就说此时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大家有去我们的那个烙单捷运站口呢 有吃到或者烙单夜市有吃到我们的好吃的糖葫芦的 然后那么那么我建议周末周末啊 当然如果你一个人的话还是可以建议我这个行程啦 我一定要讲通常我可以走完的这个行程 或者是骑完或者跑完或者是爬完的行程 每个人都做得到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低标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可以完成的行程就没有人不能完成了 这样是不是安全系数超高的 而且我可以独自完成的通常他不需要什么钱 就是很便宜的路线 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因为我之前已经介绍了很多独自完成中南部的 那个稍贵一点点 但是但是此日因为双十一嘛 我还是要安慰一些 可能我们丰友们依然是没碰的 然后你周末呢 我希望你们在我这个行程中间可以找到你们的同好 好可以跟你们那个一起出游的同好 好怎么说勒 这就是我 很早以前我就很想从这个 好像自从说新北跟台北已经完成了一个好多条 就是可以从台北市骑到淡水 对不对有很多核堤嘛 其实我一直他不太懂就说核堤公园是什么意思 核堤公园 对对其实其实核堤旁边就是新北跟台北很健全 就是他们各有不同的功能 你有足球场有棒球场 然后还有公园很多种主题公园都有 就是沿着以前核堤旁边感觉都是丢废器物啊 可是自从我们大力整治了以后 新北跟台北之间的核堤已经是非常的整洁 而且看得到水鸟的了 就是那个水鸟不会说一站下去就倒闭的那种 就是说已经蛮干净了 事实上也真的整治的不错 所以就有很多这种骑车的自行车步道嘛 那假日的时候大家其实不用我讲 很多人一定都已经骑过了 但是就是我就是没有骑过 我就是一直在想 到底我这个基隆河要怎么到淡水河 基隆河到淡水河 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 就是我从基隆 我先讲我从基隆路出发 不是对不起不是基隆路出发 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骑的时候 我都是从塔幽路 塔幽路的五号水门进去 然后呢进去以后就骑骑骑 骑到迎风狗乐园 把我们家狗丢进去闹一闹大家以后 然后就回去了 就没有再往下骑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往下骑会骑到哪里 那我就看到这一次呢 我就着实的也是带着我们家那个 上不了台面的狗 那别的狗因为有社交功能 上次我访问他从之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多让你的狗去社交 去认识新朋友 他就不会这么焦虑 然后见面打招呼 都是用那种狂吼式的 狂凶猛吼的那种方式 好我就带着他去了 我想说顺便呢就跟着我骑到淡水好了 我的妈呀 他一到那个公园就开始狂叫 而且根本没有狗要靠 人家好不容易有科技要靠近他 他就把人家吼回去 不然就要冲去凶人 反正他是最小只 可是是最凶猛的 所以我决定为了我的面子 我还是把他给他带回家了 所以我等于是先带狗出门 然后接着呢要再骑对不对 那一定要跟大家讲 从塔幽路的5号水门进去 这个后面如果说你觉得 你没有U-bike的话 其实他的在健康路上 塔幽路那边有很大的一个 U-bike的出借站 那你你只要打一下 你其实是可以找到 那你要更安全的话 那你可能在前一站 如果就有U-bike 你也可以租一台 或者你自己有专业的OK 都可以 好那很好找 就5号水门去 你就会看到 骑进去你就会看到 他写一个基隆路 基隆河 基隆河13.5公里 你听起来觉得远还近 13.5公里感觉很远 你就很远吗 对啊 我觉得感觉还好 还好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误解 我觉得13.5很远 你知道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 觉得13公里很近 哦对 所以你没你知道 你坐那个light taxi好了 或者十几公里 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啊 大概十几分钟还不到就到了嘛 时速30公里的话 是不是只要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对不对 很快嘛 十几公里 所以我一直觉得 没什么啊 而且他是写 基隆河要到那个 他会写说往下骑 就是要到设止 设止原山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你知道我就开始骑骑骑骑 骑骑骑骑 因为这个路线我很熟嘛 也就是说ending到那个 大家在桥下滑直排轮 很多小朋友都会在那个桥下滑直排轮 那边就是一个分界点 从那边开始 也就是说你从基隆路的 基隆河 基隆河塔优路的五号水门 然后呢要到 要到那个 要往真正的要骑到设止 设止跟关渡的时候 这个地方在那个桥下面 他是一个分水 可是那边就八点 差不多已经就是十点 你已经骑了两公里了 差不多了 哦这样骑了两公里 对这样已经两公里了 所以其实你感觉已经没有很久了 对不对 就剩了差不多十三的话 就剩十一多了 对不对 好就按沿着他的指标 因为他沿路其实都会告诉你说 有个指标 你再往前就会开始有个分点了 就是北美馆跟圆山 因为你骑骑你一定看得到圆山饭店 他就在河这边嘛 很好认 圆山饭店是一个 就是北美馆跟圆山 然后这边就是设止跟关渡 关渡就在水河了 所以我心里就想着 我终于可以骑到淡水河了 我这次一定要挑战自我 而且不过才十几公里 就是这个 这样子误解自己 而且对于距离完全没有概念哦 而且我是平常是不做什么暖身运动的人 好到设止到关渡 北美馆圆山这边要分岔的时候 这边是八点九 八点九公里 我觉得好近哦 很好啊 而且那时候三点多 殊不知待会回来 好那我就说你看到圆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看到他姐说 要往这个设止的关渡呢 离我淡水很近了 然后就是八点九我觉得OK 而且你沿路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活动的地方 例如说小朋友的桥下很安全 然后虽然头顶有轰隆隆的车身 可是一它不会领到雨 如果下雨的话 很多那个你知道身高到大腿 还不到大腿的那个髋关节的 那小朋友通在那边溜冰哦 好多哦真的很多 而且他们还会做一个那个跳跃 小跳板的就滑过去还要跳 跳真的不是很强啊 什么炫技那种 就是有点那种竞技滑板的 那时候从小培养的 然后再往你的左边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游乐设施 有章鱼歌啦 有砂堡啦 有各种鞦韆 鞦韆还是进化的 有躺着的 圆盘的 蜘蛛网的 还有这个六所 就是从左边溜到对面 这要大家看我的照片 麻烦放大 因为我不太敢拍小朋友嘛 怕被他爸妈 斥责 对所以我是很远的拍 可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说有这么多设施 它光是各种的 swing的可以荡来荡去的设施 就七八种 然后也有很多那种安全的沙堆 沙堆大家进去 可能自己喷一下酒精啦 然后很多那种安全的滑流梯 然后还有沙堡 还有那个防空洞钻来钻去的 我觉得我拍那些小朋友 我觉得好好 我真的很想上去躺一躺 那个鞦韆看起来真的是很棒 可是没办法 因为它的公斤数 可能只限于10公斤以内吧 好 然后我就继续了 然后就到这个 你分开再往前往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 你就会看到往前往前 它就会一路标示说 这个是要往色紫 色紫道 色紫道 就往前往前 其实我骑了很久了 我想为什么我一直 一直看到色紫的招牌 怎么会一直看到呢 然后已经三点多开始骑哦 然后我就沿路 骑到我个地方 竟然还好 我当时是怕晒 所以我穿长袖的 我骑着骑着竟然冷了耶 因为你要知道你沿着河骑 其实河面是会吹风的 对然后我去我一开始骑的时候是艳阳高照 所以是一直戴着太阳眼镜防晒嘛 然后呢又戴口罩 接着骑着竟然会冷耶 所以大家还是 如果说骑这个脚踏车的话 大家还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好了 或者说沿路还经过四季呢 因为中间又飘雨 然后我骑着骑着 我就想说我有没有骑错 为什么我一直还是在 我还是在这个 都没有看到要往关渡呢 就还是只是一直看到 我是在往色紫色紫的这个地方 我就想而且你知道 你骑的时候很怪 虽然他是自行车道 可是你看不到人哦 可是你会一直有人超车你 你说后面骑车的人 因为我的没有后视镜 对不对 所以到底我骑了多慢 就是我没有看到 跟着我有车队 可是你会一直看到 怎么会有人超车你呢 我就很想问 奇怪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从各个出口 钻入我的这里 好那我就再往前前 我想说我要问路了 你知道吗 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你知道我看着看着 这世界上有多少的机率 在这样子的自行车道 而且在这样子一个 风和日历 你没有想象到的人 我遇到一个人 我正要问他路 结果我一看 陈凯 他就说 你怎么在这 仿佛我们在沙漠箭手中 在敦煌月牙拳相遇的感觉 虽然我们前阵子才访问过 我还觉得说好像看到亲人了 你知道吗 我马上问他说 陈凯你在这干嘛 他说因为刚刚好 那边有一个设止棒球场 他不是叫设止棒球场 是吗 他有一个那个 好多个在一起 他那个棒球场就是可以比赛的 那因为陈凯他是带他小孩去比 叫设止岛棒球场 他有很多球场 我说那你接来 他说他小孩要比赛棒球 所以他就在这里 我说那没关系 这个球场不是重点 你可以告诉我 关渡在哪里 他说你这样子骑不会到关渡 这很奇怪对不对 他说因为你这样子一直骑 你只是一直往设止的方向 可是关渡 你是基隆河啊 那我是不是要到关渡的话 他是说不会是同一条啊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知道 我只是觉得我一直骑 就会骑到关渡了 其实也对也不对 好待会你就看着我怎么骑了 然后我说真的吗 那我到底还要骑多 他说你现在只是到 还不到三分之一哦 他说你一直骑的话 你只是会到设止岛 我说我一直在设止岛 他说你还没有在设止岛 我说我现在还不在设止岛 那我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沿路的指标 都是写往设止 结果 他说你一直骑前面有个公园 到那边的时候再问人 其实我觉得到那边再问人 这也是不错 感觉那边很多人嘛 我总是可以问得到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 河堤的经验 就是说如果是家里住 河堤附近 常常去散步的话 一定会知道 河堤是高的嘛 因为他就是要防水功能嘛 对不对 好河堤是高的 所以你在这边骑的时候 你看到的人 都是在河堤上走 那河堤的对面 就是会有很多住宅 可是你不是 你是在他们楼上看的话 你是他们的view 你只是view 你只是河岸的一个view 就会有人说 你看那个人其实好慢 就只会被笑的那个人就对 就说他们只是看到你的话 所以说你要去问人的话 你其实是要停下来 找一个楼梯上河堤 到河堤找一个散步的阿公问说 请问一下我要到设止 还要多久 那我想不要了 因为我只有一线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好我就继续行 因为陈凯说 好现在大概四点多嘛 你还有一个小时才会天黑 我说一个小时吗 他说不见得三十分钟 也有可能就会天黑 因为不晓得就是 天黑我会更难认路了 我跟你讲 一如陈凯所说的 真的还不到一小时 天已经全黑了 所以我中间又经历了四季 而且你知道 有一阵子我觉得怎么特别黑 后来我才发觉说 因为我戴墨镜 所以我赶快又把墨镜拿掉 因为这时候已经天真的满黑的了 我现在骑骑骑 我骑到我觉得已经差不多 非常黑的时候 我终于看到一个地方 它叫做社子岛公园 河堤公园 那旁边呢 也有很多设施 你知道沿路我大概经过了 至少十个篮球场 十个 就是各个不同的 这个公园有一个篮球场 那个土地公庙旁边 有一个篮球场 社区旁边有一个篮球场 至少十个 这么多 那照理讲 我们应该会有很多NBA的培训班 没什么人打 都是空的 有人打 但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运动场地 有这么多 对不对 对 可是能够充分被利用的 其实没有那么 可能大家都习惯集中在某些地方打球 反而这种河滨的 有球场的 没什么人 或者说打球需要有人欣赏 可能自己孤独的练球 还没有什么成就感 也没有英雄感 所以说就没有 结果我一直看到一个 我终于看到那个 它只有写一个社子岛 一个小屋 它写社子岛 失地解说小竹 这个时候已经细昂了 我想我还在这里 我还没有离开社子这两个字 好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我到底多久以后才离开 OK好我终于看到了 社子岛头公园 它叫做社子岛头公园 也就是 其实这公园都不错 他们其实是有很多 很多那种热灵设施 甩腰抬腿 举臂 很多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家是住附近 然后你没有什么公社的房子的话 这很多 就是你可以完整的练一套 一套18同仁症都可以练好 对啊你每个玩一玩 其实就差不多 一个钟头了 就很完整的养生设施 也没有人 也别说什么我们少子话 我们也少老人话吧也没什么人玩 其实我觉得沿路这河题 我一定要赞来 我觉得真的很干净 就是你不会看到没有流浪狗 这点我很安心 还好没有看到可怜流浪狗 都没有 没有流浪狗 然后没有垃圾 然后路很好奇 为什么很好奇 你想嘛台北是盆地嘛 然后河又不是说鲑鱼要力争上游要跳 对不对 我们的河是平的嘛 河没有起伏嘛 所以你沿着河走是最平的 我一生最讨厌就是上坡 我也不喜欢上坡 一讨厌爬楼梯 二讨厌上坡 你想想看 骑车 然后我还可以骑 骑那个段数还是给它射到三 那如果说你是中间的话 你骑起来根本就是花香鸟 没有花香啦 但是起码你听得到那个鸟叫 然后又没有刺骨的那个寒风 对不对 所以骑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微凉的天气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如果周末没有下雨 没有台风来 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今天讲的路线 我可以完成了 就没有人不能完成了 OK 好这个时候 我对面 我太压抑了 我竟然看到对面有人骑来了 通常我这个方向骑过去 对面是没有人 他们等于是从另外一头骑过来的 那头从设置岛头公园骑过来的人 大概有三十个 全部都是乐林族 哇 一堆 这样子车正骑过来喔 然后呢 各个脸不红不喘戏的 然后很快乐的呼啸而过 从我旁边 仿佛我家才是他们年龄的总和 就我那个狼狈样 为什么因为此时我已经骑了快了两个多小时了 我才骑到这边 那当然为什么我会花那么久时间呢 因为我沿路就在那边自拍啦 你知道吗 而且我想拍一些解说给大家看说 你到这边你会看到什么景象 表示你还是安全的 所以大家要按图所记啊 要拿着我这个图片 你可以不要看我的人 把我遮住 那因为我都是自拍嘛 所以你们就会看得到 就是说我到这个时候 还是完整的啦 就是说妆虽然已经掉了 但是因为戴着口罩也是无所谓啦 好到这个摄子岛头公园 然后沿路如果说早一点去的话 他旁边还有那个湿地 因为大家知道这边是湿地嘛 很有名的关渡 不是关渡平原 我还没到那里 就是他是有湿地 所以会有很多就是可能就是 一工制工啊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他们在屋子里面干嘛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开的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是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你的可能之前喝了很多水 你想上一些化妆室对不对 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两旁呢 我不是说很多篮球场吗 孤单篮球场吗 无人勒林公园吗 还有很多地方他都有活动厕所 我是不敢上啦 我因为看了很多好莱坞恐怖片 我怕被鎖著 公厕有畏惧感 我出不来怎么办 而且我很怕那种 你知道那种塑胶 一体成型的那种活动厕所 我觉得他会倒 我有时候也会怕 就觉得晃一下 晃一下会不会喷粪那种感觉 会不会反扑啊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忍很久耶 后来我就看到有一间 就是应该是在 也是在这个公园附近 我就看到有个厕所 那很多人上了 有小朋友 因为他旁边有很多小朋友 玩的设施嘛 这沿路都有 我就看到有个那个厕所 欸门没有关好 然后第一我看到那个 一体成型的地是干的 然后第二我看到那个很干净 就是应该没有什么人上 因为那个是亲子厕所 他门没有关 对对对 所以我就好心我就进去 把他关门 然后顺便上一下 你要知道我骑了五个多钟头 来回要到了 到我的要转到那个 往台北市这边的时候 五个多钟头 我是上一次厕所 上一次而已 可是我中间已经喝了两罐 那个红茶 两瓶欸 等于是600×2 对啊 两瓶很多 很多欸 所以我真的不得不上啦 我其实已经算是我自己的容量 我的眼睛算是很能忍的 很能忍 味大能忍那种人 可是连我都不行了 我就一定要上厕所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会骑骑会流汗 所以还是要带着一些可以擦汗的东西 好我又继续上路了 经过了摄子 我看到有个人 终于他从河堤爬楼梯上来耶 我就问他了 因为我还一直看到摄子 你知道吗 还是那个摄子头公園 你知道 我就问那个人 我说你好请问一下 我要到关渡怎么走 他说关渡 你这里不会到关渡啊 我说他的路标就是写摄子关渡啊 他说没有哦 你这样子一直骑不是到关渡哦 我说那我会到哪里 然后路标是不对的吗 我还知道路标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没有你这样子一直骑齁 你是骑到大稻埕 各位你们一定要知道大稻埕 请大家 你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Google的图 跟我们的河滨公园的Google是不一样的 你在河滨公园 你Google的是河滨公园 可是你如果在外面Google的话 你比较你是没有看到河滨公园的那个 沿着堤防的那个脚踏车道 那个你还是没有看到的 好他跟我说 你一直骑齁不是关渡哦 我说那一只骑会到哪里 因为到我已经他跟我说 你就是要到大稻埕 我从来没看过这三个字啊 为什么会出现大稻埕呢 我说可是我是要到关渡耶 他说好 你到这个 就等于说我们的这个13点5公里 骑完了 你就会看到要往关渡的指示牌 所以你知道吗柯柯 我13点5骑完不是到关渡耶 你还只是到那公园 就是摄子头公园 我只有到那里 摄子岛头公园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再看一下 对因为那个公园我有特别拍 叫做摄子岛头公园 对 到那里而已 来到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讲重点来了 来了各位最后一段金钱来了 此时已经月亮已经高高的挂在天边了 虽然不是雪月 其实我在骑到有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依稀觉得我好像看到观音山 所以我觉得我骑到观渡了 或者我出现幻象了 我希望住在那附近的人 可以导明 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有看到观音山 还是我的错觉 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在看地图了 因为我就看了这个路标 他这边大家一定会看到 有月光路灯下写一个 关渡淡水摄子岛头公园 所以我就在这里拍了 原来我在这边到了摄子岛头公园 对不对 我要往左走才是关渡淡水 所以呢这个到关渡到淡水呢 终于有一个善良的人 也从合体走下来 那个人救了我 他说他在遛狗 我说你住这儿啊 他说对对对 我说可不可以请你求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样到关渡 他说关渡 我说对 他说那你就往这儿啊 我说那大概要多久 一个多钟头 我的妈 那个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 我真的很饿很饿 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红茶 帮助我解腻 我的油已经没了 竟然他只跟我说 他说你到关渡淡水要一个多钟头 还要再骑 我说你是说走路还是骑车 他说大概骑车还要一个钟头 我真的吓到了 我说那这边呢 他说这边 这边就是大稻辰又来了 又是大稻辰 我跟你讲 人不转喔 车不转你就自己转 因为我终于知道 算了算了我就接受大稻辰吧 因为起码大稻辰是离我比较近了 对不对 我说好那我就去大稻辰好了 那大稻辰要多久 他说这个大概二十几分钟 我跟你讲 骑车二十几分钟 你觉得很近啊 我跟你讲一点也不近 在这里分道扬镳 我就跟狗再见 我决定就是不能再骑一个多钟头到关渡 因为我不知道关渡那沿路有没有路灯 当然一定会有路灯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亮度 就是每隔几公尺有个路灯呢 但是我看着他往大稻辰的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你右边有很多那个大厦都有霓虹灯 所以我应该是往热闹的方向前进 因为我看到大厦蛮多的 那我不知道那个区什么区 也就是我在这个 我一直骑的叫河左岸 我看到河右岸很多高楼大厦 所以我就往那个 我说好吧那我就往大稻辰方向骑 一直骑一直骑那你就陆续看到 对面都有人骑过来 而且是晚上了 所以我想应该是附近的人吃饱散步 闲着没事干都在这边骑车散步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应该往这边走 就往大稻辰的方向 大稻辰大家应该知道了 就是万华 好那边有一个 然后我就再继续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 声音了 什么声音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在讲沸腾的声音 好 不 扩音记 扩音的声音 结果就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 大概又起了十几分钟 大概已经快二十分钟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多庙宇 庙宇 大家一定要看到 这个太好笑 你知道那个河滨有除了公园之外 我要往大稻辰的方向 他会有很多公庙 他的那个广场 会有很多塑胶椅 像人家竞选的 很多然后呢 你就听到有很多 你会以为是老人在唱卡拉OK 不是耶 他是叫康乐队耶 就是有很多乐器社或歌舞社 然后他们会在各个庙宇前面摆椅子 然后他们会表演耶 会跳舞耶 就是社团活动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 他们怎么收费 还是说你唱歌收费 还是说你唱歌打赏呢 就有点像天桥下面的娱乐团耶 怎么会这么好玩的事情 然后他们都会点歌哦 然后你也可以唱 然后就会有一个女的拿来拿 拿那个说要喝茶吗 还有凤茶耶 太有意思了 这个时候是快要七点了 所以他们的夜间活动都开始了 如果大家觉得闲来无聊 真的那唱的歌还蛮好听的 不过都是老歌啦 可能柯柯都一辈子也没听过那些歌 或者他在墙堡中听过的歌 但是有好几个 就说你沿着去的话 你看到这个公庙的广场 都有这样的椅子 然后他们互不干扰 也就是他的音量控制到 刚刚好隔壁那一团听不到你的 我光这样子看 已经有两三团了 都分别在不同的地盘 有的有庙 有的没庙 有的是树下 有的是路灯下 就可以摆正 很像是 很像是很多个不同的码头 然后都有一个各具一方的 一个演奏社在那边 然后我不知道其他的是什么 因为我已经没时间看 因为我饿得要死 好我终于起起起 我终于起到我熟悉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做河濱公园 他是叫做有个叫河濱公园 叫沿平沿平河濱公园的五号水门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如果说你们沿路 可能我忽略了一些水门 你如果有出口的话 你可以出去 但是不是说一直都有水门 你如果没有水门 你可能要扛着脚踏车 很难啦 因为那河濱都很高 所以你要是沿路 你觉得很累的话 你看到水门 你就转出去了 只是我不知道 那个水门是转到哪里 但是我看到这个大稻培的 它叫做沿平河濱公园 就是你就会看到很多餐车 然后那边会有船可以游河 所以我就问说 那这边这个船会开吗 他说会开啊 然后就好多吃的 然后都年轻人都会带宠物去 然后也有人在那边等船吧 可能之类的 我只是知道说 我说趕快看一下你在卖什么吃的好吃的 我真的怒吃 我真的太高兴了 就是说我骑到这个大稻培 我终于可以转出去了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他写万华了 那个叫做五号水门 这个五号水门 跟塔优路的那个是不一样 这个五号水门是在往万华 就是他那个出口 就我玩出去以后 我就看到 我就看得到他写郑州路 就是直直走 你就会看到那个后站 哦对对对对 大家有骑过后站吗 后站就是有卖很多那个 首饰啊扣子啊那些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走郑州路 这个我就会了 然后我再骑就骑到 星光山越南西 再骑到松江路 哇我看到松江路的时候 我快哭了 我想终于回到家了 差点又骑到电台了你知道吗 结果就 差点又骑回来录音了 一个圈 我绕了一个圈 总之我还只有在基隆河的合作案 我还没有到关渡 我希望下次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周末大家如果觉得 风和日丽没事干 又没有脱单的话 大家可以不妨走我走的行程 希望你们在摄子岛头公园 要往关渡的地方 你们可以不是骑到大稻埕 而是骑到关渡平原 还没有我的终点站 就是大巨蛋亮灯了 请大家看一下 那时候我的已经脸不能看了 但是我还是牺牲派了张给你们